本届巫统代表大会被视为是来接大选前的最后一场代表大会 首相拿杜斯里纳吉下午抵达会场和区部领袖举行闭门汇报会 与会的领袖透露 纳吉敦促他们要积极服务选民走进人群 为大选备战的意味相当浓厚 本届主义民走进人群 我要重点说 that Muhammad 马上拿过来 今天有机会交的表情和 剧前总统的总统能使用 被拒绝拖行经过的 不完整的社会 而把每个厦都交与li的 尽不劝拖行 争重的心 争人 而行为备受争议的巫统大港区部主席 拿都斯里加马还说 在敦马这些唱反调的肉中刺除掉之后 首相纳吉看起来更加开朗 这些唱反调的练习 纳吉在汇报会之后亲自为新的太子世贸中心发展计划主持洞图里 他说这栋70层高的大楼象征巫统不断成长 按照计划这栋大楼将是一个综合性商业大楼 除了有六星级酒店还会有商场和办公楼 工程预计在五年后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